各级学校的暑假是到了尾声 青少年们把握所剩不多的假期 纷纷的享受当下尽情的玩乐 但警方们为了维护生生学子们的身心安全 脚步绝不会放慢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 为了确保青少年们暑期尾声的安全活动空间 预防青少年偏差的行为 以及被害事件的发生 以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全的发展 特别是在18号举办了109年暑期青春专案 玻璃市暑期体验营的活动 进行相关的防犯罪的预防宣导 小朋友坐在体系馆 很认真的听玉里分局的警察说明 暑假期间该注意哪些事项 这次玉里分局为了确保青少年 暑期尾声安全活动空间 预防青少年偏差行为 以及被害事件发生 以维持青少年的身心健全发展 特别在18号举办了109年的 暑期青春专案 玻璃市暑期体验营的活动 来进行相关犯罪的预防宣导 防制青少年接触毒品 以及防制被不良帮派吸收 那诈骗集团利用 以及遭受到性侵害的部分 宣导活动是由侦察队来主办 由分局常年训练官 家房官 交通组 侦察对犯罪预防现场教学以及宣导 邀请到了玉璃国中 以及玉璃高中师生体验难得的活动 在毒品的方面 我们还是会积极地来做查组 那另外防制面的部分 防制面我们进行一些实际宣导 跟网络宣导 再来就是办理这些体验营 来广为做宣导 那成效是我们少年度品的部分 已经有明显的下降 另外也为了要维护学生打工 以及求职的安全 更是宣导应该注意的事项 不要做非法工作 希望建有这次的宣导活动 让学生们可以度过安全又充实的暑假 记者高雙雙预理站采访报道